国际福伦3490地区板桥福伦社 西手日本高纲福伦社等共10个社团爱心捐助 针对学校、文件站、劳人会等全线29个单位 装设51台全新的饮水设备 并提供长期水质围馆服务 江湘长游淑珍特别感谢也邀约国际福伦社友 暑假期间可以来到花莲旅游 带动正后观光效益 国际福伦3490地区板桥福伦社 西手日本高纲福伦社等有10个社团爱心捐助 针对学校、文件站、劳人会等全线有29个单位 装设了51台全新的饮水设备 并提供长期的水质管养服务 希望可以让花莲受灾地区民众 有卫生安全的饮用水确保健康 很多台湾的在板桥的这些社团 包括板桥东区、板桥中区 还有板桥北区以及群芸社 加上刚刚说的花莲美伦山福伦社 以及我们说的日本四个福伦社 包括滬田、高纲、和歌山以及后来的船营福伦社 共同开捐这个为数不小的一笔金额 让我们开始来做我们整个花莲地区的很多中小区 包括一些社区的一个重要的工艺的一个单位的饮水设备的更新 那我们也很高兴是说在很多在地花莲的好朋友的一个协助之下 我们很快的发掘到真实的需要 那也很快的把这些饮水设备送到了现场 这次的捐赠不是只有送机器过去 也包括把所有这些管线把它做好 测试做好 包括水质的测试 以及未来两年的所有这些 我们说的滤芸设备的一个更新 花莲水本来就比较硬 这个我们说的碳酸钙成本比较高 那加上这个地震之后水质可能变化 会有一些细菌的感染 借由这一次饮水能够把这些事情解决 我觉得孩童喝到好的水 能够健康 它就能够快乐学习成长 那对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实时的贡献 既然香港游淑珍除了颁发感谢状 也特别致证手机情人带 邀约国际符轮社友们到花莲来观光旅游 再次感谢3490国际符轮 冲板桥符轮社以及日本四个符轮社集结 让我们整个花莲县装置了51台的饮水设施 以及29个单位 其中有来自于我们分赠给国中小 以及老人会市场 还有我们文件站跟社区光环学会 公共地区的一个饮水设施